大家的大小去台基海集團 因為之前去給輝達的執行中 不真分點名 他們合作的事情 是受到股東的關注 現在去台基海集團也正式 他們在台中的物流中心 確實有用AI技術來提升效率 未來也有可能會用AI來分析 協助設計產品 在去九點也不夠 股東六少來報的 自行車大小 去台基海集團 六月里會在台中中部開股東會 專程沒有對話開放 不過之前 會台集團中 人靈魂在英港當中 很多次都有說到AI跟古台基海的關聯 這也是股東很關注的焦點 我的看法 因為他們是 我知道他們是那個大甲那邊的倉庫 是用AI的那個機器手臂這樣子 很好啊 看好啊 不然可不可以當他的股東 古台基海集團正式 目前跟會台合作 在台中 大家幼西工業分析的物流中心 有用AI的技術 用在層口跟溫室的冷氣 協助工程的管理更有考慮 產品更流通 古台另外AI就是出世 目前雖然是合作初期的改端 不過集團在全球有很多製作期待 未來有無限的可能性 在產品的規劃上面能夠更加的有效率 那同樣的在也能夠貨倉起流 能夠讓貨品 讓這個產品能夠更及時的 更有效率的達到消費者的手中 古台亞表示 科魯要用AI的技術用在的産品 以大所機來分析少許資料 可以幫助産品的設計 而且工業庫存量 不過六月二 它在股東會 因為砍涉很多技術 AI的冷協 目前要更加一些概念和想法 需要更多時間來研究和決定 記者綜合報道